你怎麼不乾脆在那邊被偷一偷死在那裡算啦 我還記得那時候有蠻多人說 就是一個為了想要紅的 七八了 只是看你前面的標籤就會覺得你是七八了 今天要來將無形的標籤變有形 衣服是我們的皮膚一碰就會痛 而把標籤疊在皮膚上也會留下痕跡 標籤可能是對自己的形容或目標 他人對自己的評價 社會普遍的刻板印象 月電俗成的舊觀念 學生物人大家好我是竹妮 歡迎我們的莫洋 哈囉我是莫洋 那今天又來到了標籤衣的活動啦 要做這個活動你會覺得很緊張嗎 不會 其實我覺得莫洋是一個很有自己主張的人 我今天的企劃是想要在你的標籤上面都編碼 讓你自己選擇失掉一張 但是隨後我們都用抽的 你就去想如果你失去了這張標籤的話 你的生活會有什麼改變 就是不讓你選擇 但可能也許有時候你碰到某個時刻 你那個標籤就掉了 那我們就開始製作我們的標籤衣吧 一樣是我幫莫洋做他IG上面的標籤 然後他做他自己想好的標籤 這一次來特別幫他 挑了他最喜歡的大理石文 他一直說那個字很高級 對啊 那麼高級誰會想要寫在上面啊 欸 我沒有手機我會寫錯字 沒關係 坤河都寫注意 我之前看你的影片就是被偷那一支啊 我很訝異留言鎖起來 然後我才想起來你好像有說過就是被詛咒 所以你鎖起來了 我其實一開始真的沒有要鎖起來 那後來實在是因為我覺得已經不是我要影片要表達主題了 為什麼歪了 因為通常越壞的留言 越有drama 然後會越被推到上面去嘛 既然上面的都是一些很偏離 那個我想要表達的話題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 那我開留言區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思在了 所以我後來 又加上很多詛咒的話 或者是很多人身攻擊 我就覺得啊 放下算了 那就完吧 為什麼不會就是劍走偏峰到變詛咒啊 那一篇影片會最後有點大爆走嗎 是因為被別人轉發去Bilibili吧 然後Bilibili他那個人上傳的那個標題就下的 已經有立場在了 可能大家就會 你看到媒體標題是怎麼樣下 你一定一開始就會有先入委屈的觀念 所以後來那個影片就有點整個歪掉了這樣子 對啊 我現在想一想覺得還好啦 不過當時真的蠻受傷的 我真的好想想到底要怎麼罵你 那時候聽到比較多比較差的 像是你怎麼不乾脆在那邊被偷一偷死在那裡算啦 死在那裡算啦 死在那裡算啦 或者是想那麼醜被偷是應該的啊 之類之類的 對 太誇張了吧 對啊 可是我現在想一想我覺得還好 因為很多人都收過更恐怖了 我寫錯字了 YES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開始上班了 就常常收到很惡意的留言 我就覺得天哪 有一點影響到我上班的狀態 應該要對工作負責嘛 那我就想說把留言關掉這樣 欸 很好耶 因為其實我以前也是一邊在做Youtube 一邊工作的時候 很長很長真的是會被搞亂 我覺得那些感覺就是講一些 但是或是 雖然雖然怎麼樣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你那種很厲害 對啊 就是他不會得罪你 但是他會講出一些 他想告訴你的事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上面應該 還是有一些很鼎鼎鼎的人會來跑來過 因為我記得有時候會收到一些留言 他就說 我實在看不下去 我被偷的那支影片 你所留言 但是我太想要罵你 所以我就跑過來這邊罵 也是會有一些這樣的資訊 有時候你就是覺得 你很認真做一支影片 可是你也沒想過 你會因為做這支影片被罵 對啊 我記得那時候有蠻多人說 就是一個為了想要紅的人 這種留言我會覺得還好 因為我是五月被偷九月才發 如果我為了要紅這件事 我大可以 對 我大可以就可以就發了 對 像這種我就對得起我自己 我就不會太往心裡去 你開五張 四 五 我可以寫五張 欸 五張了吧 一 二 三 四 我實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有的時候我在網路上跟別人聊天 因為我很喜歡跟外國人聊語音 就那種交朋友那種的 然後就聊 然後就會說 喔 你真的是很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會講說 我很安靜啊 很內向啊 或者是很怕出錯啊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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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那你覺得那是你嗎 是啊 是我啊 那那是你不想要的自己嗎 當然不想要啊 這感覺就比較負面 我自己還是如果可以當一個比較外向 譬如說像你這樣子 可以對鏡頭很自然的講出話 還是會比較自然吧 至少你想要講的都可以很順的講出來 而不是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然後如果一大多都沒有辦法講 其實我就是開始拍一些生活類的影片的時候 是很困難的 因為對於我來說以前是演戲 我要看著的對象不是鏡頭 是冷 所以在當初開始做生活類的時候很痛苦 我其實每一次拍 每一段話可能會錄一個三四遍 那我不止 我應該要十遍 我只有一句話會講十遍 然後從十遍裡面挑最順的 現在墨揚呢 因為他寫初遍了 那我剛剛走過去才發現 欸 哪裡怪怪的 等一下 你用的是藍筆 等一下不對你寫在白色那一面 寫日記或是寫一些東西給自己看 你就會很容易知道 你是一個怎麼樣想法的 很多事情我們沒有表達出來 你就不知道 對 但是其實你想一想 你是知道的 對 可是如果你當下沒有去想 然後或是沒有去感受 沒有想要用記憶去留住這件事情的話 他很快就會躲去了 YES 你真的是一個 很規律的人耶 你看看你的桌子跟我的桌子 怎麼了 你看畫面 讓我覺得很有壓力 其實我今天會想要就是準備這樣的企劃給你 是因為我常常覺得你好像很自律 自律到你太清楚自己要什麼 可是你好像就會略過了某些 你可以去嘗試的事情 你很知道這些事情是你不想要的 可是也許你可能也沒嘗試過 喔這倒是 欸這個我有被說過耶 就是你是一個真的太自律的人 自律到我覺得你有時候好像 很像不會想要去冒險 對 欸妳很懂耶 所以有時候就會覺得 這樣好像會錯過很多 雖然你覺得可能這個現況不好 可是這個現況可能也會帶來意外的收穫 真的 我忙兩個老公就在講話 真的喔 就跟你講今天層次不一樣 我們可以不要拍很光 那你要選一個不一樣的活動作吧 我其實不一樣的活動作吧 你會不會看長時間 如果你要看長時間 你應該會把扇子切成這樣 因為這個衣服… 你應該會有很多東西 我現在不開尾跳要幹嘛 你鞋子好可愛喔 你是首位拒絕的開尾跳的人 你拍一下鞋子 嗨 好啦那我們就進入拆標籤的階段吧 真的是一件很漂亮的標籤的意義 那是前所未見的 你看那麼漂亮的呀 都蠻穩的吧 很穩的 標籤 好那你來看看背後別人貼的吧 這是有錢 有錢喔 有錢喔 七八文 套靈呆喔 這我倒是蠻不喜歡的 真的嗎 我以為你會喜歡你套靈呆的那種感覺 跟私下的朋友可以 可是你沒有想要呈現給粉絲這個樣子 我來你面對一下鏡頭 嗨 面對要面對喔 你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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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力導向 好的方面 應該說做事追求效率的領域 你講功力導向的人 好棒喔 很符合我啊 哇 我好意外喔 我以為你會一開始會有點點訝異 我訝異啊 我訝異他怎麼這麼懂我啊 會到沒有彈性的程度嗎 會耶 比如說我男朋友找我出去 然後假設他是找上傳說 欸我們下午要去哪裡 我就會直接拒絕 就算我下午沒事 我還是會拒絕 因為我覺得這不在我 本來的規劃內 表現欲 以前經營五名 然後說那個樣式設計 幾百萬的人來啊 什麼的 就拿樣式啊 就啊你做得很棒喔 我知道 如果表現得好的話 我就會得到鼓勵 然後那是成就感的來源 就是希望幕後的事情 可以被看見 就是做好這件事情 我們自己會很有成就 然後被看見 我們會很開心 對啊這算表現欲 就是一種追求成就感 對對對 要聊背後的標籤 你有什麼想法嗎 要講有錢的話 因為我有出過國 來你可以轉過來講 所以對於家境這個部分 我不否認我們家 是有能力出國讓我讀書的 但是至於有錢是貼我個人的話 我才剛出社會 我也不會有什麼錢 七八了 只是看你前面的標籤 就會覺得你是七八 真的嗎 我前面很七八嗎 沒有彈性 是我要求又很高 然後又很效率 又龜毛又嚴肅 欸好 算好不是七八嗎 好七八喔 好 那現在你只能施一個標籤 你要施什麼 可以不要嗎 不行 我覺得這些都很我欸 快讓我想不然就去射一下 你可以吃後面的 可是沒有啊 都是我啊 天啊好算 我們直接來抽好了 那個標籤上面都已經寫上數字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把它 選一個撕掉 欸完全是哪有計畫欸 就是想不到你要吃什麼 十九 十九是誰 然後在這裡 很注重粉絲想法 喔好啊 好屁啊 如果你不再是很注重粉絲想法 然後也不是說真的自己很有想法 應該會出更多VLOG 因為我現在不出VLOG 是因為那關看次數不高 然後會覺得 喔可能大家沒興趣 喔如果你是墨洋的粉絲 那你就告訴他 不要再注重我們的想法了 哈哈哈 那他說如果我自己 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那我可能已經不是讀設計系了吧 因為設計系 你沒有自己想法 很難讀得下去 我覺得不注重粉絲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上面 會讓你得到某些自由 我自己自願去想聽粉絲想要看什麼 然後我就選擇我的主題 這我自願 對 閃現了你的功力有沒有 對 功力導向 來我們再試一個 好啊 好有趣喔 8 8是你的 冷靜 喔如果我不冷靜的話 你要慢慢跟我吵架 吵什麼 就叫你不要再這麼冷靜不行嗎 可以啊 不冷靜喔 不冷靜會不會讓我遇到一隻狗吧 我很怕狗 就不冷靜 設什麼回答 我們再來試一個好了 10是什麼效率喔 哇 效率 我要是沒有效率的話 我們很多事都做不成的耶 妳就有辦法拋棄效率 沒辦法 效率是一個 決定一個人成敗 蠻至觀景要的一個點 別人可能會一整天說 喔 可能這個禮拜完成什麼 我是分 我今天的早中晚 要做什麼 OK 那我現在要來試你的標籤 其實還蠻難思的耶 因為我覺得是很多是 還蠻相扣是不是 很多是成就你這個人 噢 那我把你的氣質的大理石撕掉 你平常會罵髒話嗎 會耶 你罵什麼 這樣 罵個鳥 如果你的生活裡面不准再出現大理石 那應該就會出現很多宿舍的東西 那如果你今天的房間不再是那麼真情 很亂 那就是如果有錢的樣子啊 所以你其實現在也是改變過啊 對 那契機是什麼 就是斷捨離船啟動我啦 你是突然接受到天命 然後我在從國外回來 然後有太多東西帶不回來 然後就覺得天啊我怎麼可以這樣 那你覺得你的生活真的會變好 超好 天啊你的表情看起來超好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謝謝墨洋 哈哈哈 我覺得別人會貼給我一些不好的東西 都是因為我展現在影片上的某一面 他們會覺得那一面就是我 但是確實那些是我 只是不完全是我 所以我會接受 像娃娃音 對 所以可以現在就立刻這樣跟你聽話 我也可以啊 對啦 大家都可以 那你覺得今天的活動有幫助到你嗎 我覺得我知道觀眾很了解我 很棒 我也想看別人寫什麼 都沒看 好你可以看一下 看起來小脆弱 我被攻擊我會很傷心 對啊 你看起來是一個玻璃 就是摸起來好像硬硬 但是實際上一種砸下去就不行了 對 那這個是我想要改變的 可以不用那麼堅固 甚至也不要那麼脆 只是我真的藕包蠻重的 為什麼我不想要開火跳 藕包啊 那為什麼會有藕包 那很醜啊 對自己沒這麼自信 覺得跳起來很脆 可是很好笑啊 很有趣啊 你有效果啊 你不是工地主義嗎 可 這種犧牲自己的就不想要 哎呀好棒喔 我的粉絲好棒喔 也是媽媽欸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是長大之後 發現自己不想要什麼事情 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可是你看起來是 一開始就知道想要什麼 但是我正好找到的興趣 就變專長 所以就變成我就想要做這個 算是運氣吧 從小在摸 其實我是一個算讀書很碎碎的人 但是我從國中開始 我就會玩Photo Impact之類的會圖軟體 可是其實我也沒有那麼大 我小學三年級 在玩Photo Impact 挑戰是挑釁我是不是啊 會玩Photo Impact代表是很古老的 因為就是我們是在PhotoShop以前 我們兩個真的是 就是我們很早開始 就在玩自己的興趣 對 就摸血液之餘 在網路上有找到這些興趣 可能也跟我們的家庭有關係 因為我的媽媽她不太管自我 她就覺得在考試前 也不管我看不看書 我也是 嗯嗯嗯 有很多空餘的空間 可以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去探索自己 那今天的標籤音就到這裡啦 謝謝莫陽跟我們分享她的標籤音 最美標籤音就是她了 嗨 可以去訂閱莫陽的頻道 她的頻道都有很多極簡主義的分享 嗯 斷捨離 嗯嗯 要自己介紹 還有 差不多是這樣 什麼東西 掰掰 掰掰 記得訂閱我 妳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 我要聽客家話 妳要聽什麼啦 太家話 妳好 妳那是什麼啦 欸這不是客家話 那不然妳怎麼唸 太家話 喔是喔 太家話 太家話是什麼 那很像那個 粵語 哈哈哈哈 哪個偶啊 跟她拍節目 氣氛超好的 因為她就會幫妳跟斗話 不然我的話應該是接不下去 嗨 妳自己在跟 正機 我在跟觀眾對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